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清净家园的活动 有扫街社区资源回收 发现其实我们社区可以用这种扫街活动来带动社区的居民 大家一起来响应环保 那一次以后我们就从里开始来推动 负责人就是怕没有车辆没有人 我都告诉他只要你有心其实事情并不难 基本上找你的周遭临机 在里里面你只要找在街头巷尾有七楼的 基本上我会提供他我们的持继环保布条 到里办公处去请里长帮我们广播 我们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八点到十点 社区的邻里扫街兼支援回收 这个活动就用广播器 用着推车放着笨舌笨舌不难合白头 还有牵人的手骚人的路 活动一方面路上来往的车辆 注意了我们人群在扫街的一个安全 一方面的提醒机民大家一起来为我们邻里来付出 在这个过程大家基本上每个负责人 都会担心说没有车辆没有人 其实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都会先给他们一个按一个心 我会请一个师兄货车 我来支援你三个月 超过三个月你一定要想办法 去找到自己可以来帮忙的车子 一般以我的经验 第一个月以后第二个月车子就有了 有时候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它车子就有了 不但不止一台 有时候还三五台都没有问题 人力车辆的资源都是在社区 我们就是没有去好好的利用我们社区的资源 其实这个本身是很豐富的 当你这样大家一起来扫街的那种感觉 在你当下从来在家里没有拿过扫把的 他都已有荣誉 环保三十年 我是郑清辉 我们大家攜手来做环保 让明天让地球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